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健会的一个暴力对决 观察方是球孔苗浮战队 对面是兄弟团队 球这边选择上了一个四宝一的九黎城一把云阵 对面走的还是方的双血神秘石火 开场第一回和先点观察方的话真死 给了一个血雨吗 另外一个也来了速度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啊 看看够不够一次163两次163 三次 谁用了 武装起了个灯 这样下个回合对面好像还不太好补灯 不太好补刀 两回灯能回1600的血 哎呦又卡了一个小四海 哎那就相当于下个回合 人家一开场就有2000多的血 你这不好不好补刀 连环也亏得对面给的是真多呀 直接上连环 兄弟这一波也不贪心啊 不贪心 那还是在第一回合 顺利的将观察方这边的化身色 拿下化身色一倒地 足足五个回合 啊足足五个回合 这就是对面的暂时的优势期 需要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最好是能先把观察方九迪神给他弄死 九迪神好欺负啊 天地给不给 这个很关键 天地 天地给 给了天地 你这就没法针对九迪了 换个换个目标吧 换个目标 魔神死法啊 换个目标 这也不好换呐 最肯定最好是观察方的女儿村啊 最好是女儿村带女儿把对面地骨给封了 换个练习生出来 神佑 很尴尬 回头石头又被套了 小死亡观察方要反点 没挂中 能封杀也可以 铁血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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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能封杀也将就吧 无魂 扔别女儿 中了 小死亡 没挂中 也是没挂中 又卡了个打击 那这把点杀又失败了 你怎能观察方法生死站起来 对面 没法打他呀 小怂 这回是挂中了 观察方女儿血都快加满了 只有一个血鱼 你尸多还得上连环 你想点就一点都不能看 点点都不能看 这九离千宝不太快了 哎 少年环 又卡药了 反正皇室 框框给女儿吞吃药 这样 化身色也就熬过来了 反问下没中 一把磁横就起满血化身色 两万多的血 两万多的 变得是血卡片 两次163 再卡上一个大金 已经有的要性了 一个大金卡了2600 中无魂化身色反手奶一下 女儿 女儿也没问题 小团团团团团又没有化妆 花钱 小死亡挂中 2900 这薰米 薰米好凶啊 哎呦 谁用了 又是163 这弄不死呀 这总是差一寸 但这一寸 他就是够不着 观众方这回 小团挂中了 也是终于挂中的一次 不容易啊 挂中了以后呢 石河里那边 打起来了 那没了 没了没了 没了师傅 对面就完全 主要熊帝 他亲不掉宝宝 你知道 观众方全是开场的宝宝 他这套阵容的话 就点杀能力是很强的 但亲宝宝的能力 是很弱的 很多时候 熊帝也是依赖 石回合以后 出地厅 去亲对手的宝宝 但石回合以前 你怎么办 你拿这些宝宝 是一点办法 也没有 你说你单纯的 靠师傅去亲宝宝 那确实是有点太单纯 不许多 不许多 五千四千六 射身体一 一般 笑脸藏刀 对面已经没有进攻力了 已经没有进攻力了 现在就是观众方的表演时间 对面的挨打时间 对面的挨打 地厅 我再来一个 对面的挨打 亲身体 偏培了一下伤害 来继续上帝 让你防都防不过来 对面的挨打 又一个亲身体 哎呀 他挺能防的 你别说 这观众方也是抬杠 你说观众方是不是也是抬杠 你这漏出啊 你这漏出啊 那观众方也是不行这个血 对面的 小死亡 一个地厅也没大吃效果 渡截这回暴了一下 只要有一个能出手的 你这就受不了 你本来抗性低吗 拜拜了